韩剧《非常律师》与英徐收视口碑一记绝尘即将完结 什么?你在害怕之后完全没去看? 不要担心,好剧马上接档播出 这就是即将接档《非常律师》徐英徐的全新电视剧《God's Job》 《God's Job》讲述财阀侦探英善语和拥有超级势力爱管闲事的敦士罗湘玉之后 惊心动魄的浪漫侦探调查故事 不仅剧情令人期待,演员阵容也是十分强大 男女主角分别是丁一语,于全于立 这也是继去年的高收视电视剧《打包袱盗取命运后两人的第二次合作》 更被网友戏称,史上最快二答 许多观众也都在期待巴语丁一语,于翁主全于立 在新剧能有更多的亲力互动 除了这对备受欢迎的男女主角 在《打包袱》里饰演春培的李准贺 也加入了Girdrop阵容 目前公开的主演阵容及人物设定来看 丁一语饰演往来于集团会长和侦探之间双重生活的殷善语 除了没什么人情之外,样样都好 武术运动不在话下 特别是推理能力更是超群 全于立,饰演具有超视力专业的多职人 敦士罗 能清楚看到一公里外的事物 不过平时隐藏自己的超能力,为生计而努力生活 李准贺饰演红市长 7月22日官方公布了独具现场照 除了男女主角丁一语,全于立李准贺之外 还能看见更多演员参与 英文熙,宋香恩,车来亨,申言语,赵英镇等 据悉Girdrop即将在8月中旬首播 若顺利接荡非常律师于英许,最快会在24日开播 丁一语与全于立,也凭借自身演技,双双入围了第一届青龙电视剧大赏 分别荣登,网剧视地和事后入选名单 想必Girdrop在演技方面还是很有保障的 而丁一语此前就已经荣获了许多奖项 2007年刚刚出道一年的他 就获得MBC广播演艺大赏最佳新人奖 2008年更是成为北京奥运会韩国地区的火炬手 2012年获得亚洲华顶演艺人员发布盛典 亚洲优秀青年男演员奖 2015年获得东方盛典亚洲影响力 最受欢迎男演员 不仅如此,丁一语的家世也十分令人羡慕 1987年出生在韩国首尔的他 家境环境不仅富有,还有着一定的社会地位 他的父亲在韩国的政界和媒介都有着很高的影响力 并且还曾是KBS的记者,也是韩国最早入朝采访的记者 现在不仅是沁南大学的政治系客座教授 还担任着北方交流协会的李市长 另外,他的父亲在商界也颇有成就 是一名成功的商人 母亲也是高级基因阶层 在韩国高丽大学纺织品研究实验室 担任市长职务 并且在艺术方面有着很高的造诣 曾多次获得艺术领域的奖项 他还有一个比他大五岁的姐姐 曾经在上海有过留学的经历 而在他家族老一辈中 他的外公是韩国非常有名的医生 小时候,丁一宇的父母还经常带着他们姐弟出游国外 也去过中国不少地方 他的家人不仅了解中国文化 中文也说得也还不错 在这样的环境下,丁一宇的学习成绩优异 外貌也非常帅气 是大家眼中的白马王子 高中毕业的时候,他考入了汉阳大学 戏剧电影学院并顺利毕业 2006年才19岁的他 就因出演电影《安静的世界》而正式出道 从此正式踏入了娱乐圈 同年他又出演了无法阻挡的High Kick 也就是时局当今仍被称为经典的韩剧 搞笑一家人 这部剧中还是新人的他与罗文基金饭等一起搭档 剧中他饰演不良少年李允浩 每次他的出现不仅十分帅气还有一些坏 他桀骜不驯的气质 俘获了剧中少女的心 一般来说韩剧极数都不多 这部剧更是多达167集 但仍然阻挡不了这部剧的大火 也为丁一宇积攒了粉丝人气 让他在娱乐圈迅速走红成为炙手可热的新星 2007年7月 丁一宇又客串了MBC剧 可可倒的秘密的第一集 延续在搞笑一家人中的角色 也因为这个角色获得了MBC广播演艺大赏最佳新人奖 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明星 丁一宇不仅长相俊朗家境优越 在演戏上也非常惊艳 2009年他出演的《拜托小姐》播出 剧中饰演律师李泰云 因剧中人物的要求 他有几段弹钢琴的戏份 但丁一宇其实并不具备这样的技能 为了能够完成拍摄 他跑去专业老师那里学钢琴弹奏 经过努力在正式开拍的时候 拎在场的大家都十分惊讶 他一点都不像是刚刚学习钢琴的人 丁一宇也没有限定自己的演戏风格 2011年他又主演了《花美男拉面馆》 这部剧中他变成了万能的车质秀 后来在《拥抱太阳的月亮》中 他出演了《男二号》杨明 拍了不少现代剧的他 这次挑战了古装剧 剧照中他身着古代服饰 成为了一个有绅士背景的皇子 这部剧一经播出 就创下了42.2%的最高单级收视率 并未居2005年以来 迷你去收视第一位 然而看似一帆风顺的演艺事业下 却是丁一宇默默忍受疼痛 才换来的结果 他曾经在《我家的熊孩子》中爆料 自己和一线明星李敏浩 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他们在中学的时候就认识了 已经有十多年了 丁一宇说 两个人不仅有很多共同的话题 还经常一起出去玩 并且他和李敏浩在私下里 经常会打电话互相鼓励 并且因为不爱喝酒 会约约在咖啡厅聊天 也正是在2006年的时候 那时的他还没踏入演艺圈 他和好友李敏浩出行旅游 却意外遭遇车祸 当时他的手腕盆骨都受伤严重 对于这场车祸 丁一宇后来说 脑震荡导致我在两周时间里 备受失忆症折磨 但我向大家隐瞒了这一点 虽然医生建议要更长的治疗时间 但他只接受了四个月的住院治疗 原因是不想失去参演搞笑一家人机会 因此他决定忍着疼痛提前出院 之后电视剧播完大火 丁一宇却没有乘身追击 而是从娱乐圈隐退 休息了一年多的时间 也是因为这场车祸的原因 然而在这之后 就在他的演艺事业一片向好时 可能连上天都在嫉妒他 他又被诊断为脑动脉瘤 虽然时刻要忍受病痛的折磨 但却并没有因此而放弃演艺事业 后来丁一宇在某节目中也说 自己一直以来都饱受脑动脉瘤的困扰 长久的病痛一度让他的心理防线崩溃 甚至还患上了严重的忧郁症 那段时间他非常没有自信 毕竟青春年少却患上了这样的病 在心理上实在是接受不了 他几乎有一个月没有出门 整天都待在家里沉溺在这样的痛苦当中 后来他背上行囊跑去了圣地亚哥 徒步走上了朝圣之路 这样的旅途他一共走了三次 经过心灵的洗礼 他最终放下了内心的恐惧 和那些已经堆积已久的情绪 渐渐走出了阴霾 大家也都知道在韩国 无论你的职业是什么 都必须进行四年的入伍训练 本来丁一宇因为病痛是可以免除兵役的 但他却坚持履行了义务 于是在2016年出演完《灰姑娘与四骑士》之后 丁一宇决定履行服兵役义务 但最终因被判定为社会服务要员 一直到2017年1月5日起 才开始正式进行围棋两年的兵役服务 去了中青南道论山陆军训练所 但这次服兵役的时光 由于完全没有曝光率 丁一宇也逐渐被大家遗忘了 兵役结束 丁一宇的演艺事业陷入了低谷 演了好几部主角又有良好口碑的他 在2020年上映的韩剧《Run On》 他却在剧中出演配角 而好友林敏浩也参与了拍摄 也在这一年丁一宇与罗文基参演了 Radio Star的特别节目 这是继搞笑一家人14年后 两人难得地在节目相聚 丁一宇也在自己的社交网站 晒出了两人的照片 照片中两人虽然穿着朴素 但却看上去很是亲密 私底下的丁一宇是一个非常友善的人 在为人处事上 丁一宇认为只有谦逊的人才能成功 他在节目中还为主持人和几个女嘉宾买了礼物 这些礼物都是自己亲自挑选 因为担心女嘉宾们年纪大了 长时间录制或血糖低 所以特意买了茶和巧克力 2021年丁一宇拍摄了的新台礼 33岁的他依旧青春俊朗少年感迸发 直到2022年下半年 丁一宇才又受邀担任主演 这便是和全于丽一起搭档出演的 打包袱盗取命运 无论从开始到现在 丁一宇始终一如既往地 秉持着专业的工作态度 不仅每部戏都竭尽全力 还让自己在不断的探索中逐渐成长 在他出道第九年的时候 他不仅专注于演技 也十分注重自己的身材管理 他表示自己很喜欢普拉提 还希望能有机会去学习打高尔夫 相信在接下来这部Good Job 以及未来事业中 丁一宇依旧能够坚定自己 一直以来的信念 打造出更具魅力的人物角色 为观众和剧方交出一份满意答卷